只要你有推特账号 并且参与过推特Space的语音聊天类的活动 那么你就能够获得一个免费的NFT空投 并且未来还有机会获得这个项目的token的空投 这样的项目想不想了解一下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GainerLabs佳林实验室 今天就来分享一个新的Social File类的项目 这个项目叫Plural 它的域名plur.chat 名字也还很有意思 它目前正在面向 只要你参与过推特Space活动的推特账号来进行空投 它是空投一个灵魂绑地的NFT 我们先看这个参与活动其实非常简单 这是它的活动界面 那你只要用你的钱包登录 同时绑定你的推特的账号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抓取你推特账号里面 参与过的一些Space的活动 比如说看这是我的 那么我是零host的 就是我没有我自己没有开过推特Space 但是呢我做过两个speaker 就有两个Space我做过speaker 然后我听过12个推特Space 那么怎样这个过程 当然这里面它还需要去加入它的discord群 然后整个按照这个步骤完成之后 就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它会给你生成这样一个NFT图片 这个NFT呢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空投到你的钱包里面去 这个是一个被称之为叫灵魂绑定的NFT 它是跟你的钱包以及推特账号绑定在一起的 未来呢是可以通过这样的NFT 去获得它整个的代币的空投 方式其实非常简单 现在其实也刚刚开始 那么这里有几个注意一点呢 就是它这右侧其实有一个FAQ 它的discord群里面也有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NFT空投 它是类似于这种批量的统一发放的 它并不是说你参加完之后马上利息领取的啊 这个主要也是为了减赚该死费 同时呢 它是发送到你的Polygon这个网络当中去的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参与活动之后 可能一天就会获得 第二个问题就是 社群里面会有很多人反映说 我这个登录之后 但我之前明明参与过一些TwitterSpace 但是这里却没有抓取到我的数据啊 那这里呢 它全面提示到了啊 那可能确实 因为它实际上是用的是这个Twitter的API 去抓取它相应的数据的 它会有一些相应的数据延迟 或者一些出于错误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简单的办法就是 因为它是没有限定你的这个 比如你现在再去参加也还来得及啊 首先它这里 抓取的是5月23号之后的活动啊 所以说23之后 如果你没参与 那么可能就没有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只要临时去 加一个别人的Space 去听一听 但是最好的办法是你自己创建一个 你当speaker speaker呢是最容易抓取的啊 因为它这里在 推特那个API的里面就介绍过 就是因为这个量数据有点大 如果你只是这个听众的话呢 可能会抓取失误啊 但是speaker呢 因为数据量比较小啊 就会比较容易啊 所以呢 因为这个推特Space其实是任何一个账号都可以去开启的啊 所以你自己去找几个朋友啊 建一个开个小房间 大家去聊一聊 我觉得它就能够去获得了啊 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空投给你之后啊 它是有可能你比如说你可能找不到啊 找不到原因很简单啊 因为它是在被OpenSea隐藏了啊 比如说像我的这个就很典型啊 我这个其实就是被隐藏的 在我的隐藏里面去的 然后你在这个隐藏里面就能找到啊 然后这个MD和呃 你去看我的是第19号啊 然后呢 你看 它这里有我的有三个属性 那第一个啊 我是做了speaker 所以它有一个属性 第二呢 是我的差距的space的数量 第三个就是我的推特的商号啊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其实就把建在一起了 那么另外呢 就是一个推特账号绑定的其实就是一个MT 另外就是它这个是不能交易的啊 它是用的是这个类似于叫灵魂绑那种方式 它只是一种证明啊 好 那么然后其实我更感兴趣的就是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啊 因为SocialFi呢 是呃 我个人觉得说是可以理解为是既这个 DeFi 还有游戏之外的第三个 最有可能在Web3这个领域能够最先实现 应用级的这种产品啊 呃 我们不管说先不去考虑你如何去颠覆推特或者颠覆Facebook啊 但至少在加密用户啊 现在全球其实有一亿的加密用户了啊 像我们大家可能你你去去参与某一个项目呢 你去做呃 你去投资它 然后你肯定去了解它的这个项目整个进展啊 甚至也要采取自理 现在呢大部分都是用Discord的这种方式 但是Discord的其实怎么说它也是Web2的产品 而且它是毕竟是第三方的 它其实有很多的呃 没有办法是基于Web3原生的一些应用需求啊 比如说一个最简单它实时的去 扫描你的钱包 然后持有者可以分成不同的 根据你的holder的数量去分成不同的级别 然后去进行讨论 呃 甚至比如说我们大家最常见 最最经常会吐槽的问题就是 在一个这个社群里面大家去聊天啊 实际上有的也会去骂这个项目 这不好那不好啊 说然后类似去带节奏 很多人就会说那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这个代表啊 其实很多都是去去带节奏的啊 它为了去这个在二级市场去炒作来实现的 那么如果啊有一种基于链上的 外面上的原生的一个社交的这种应用的话啊 至少如果从项目的单个项目社区的角度啊 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东西 好的 然后我们大概看一下啊 因为它没有一个完整的白皮书啊 我只能通过的官网大概去分析一下啊 就首先呢 它可能会去发一个创始NFT啊 这个就跟大部分NFT的发行有点像 是1万个啊 然后呢 呃 这个也会有类似什么白名单预售等等啊 这个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时间进度啊 但是它的社区里面已经有相应的介绍了啊 肯定是1万个 然后也会有现在的白名单机制啊 白名单销售 公售整个的过程 这个时候 你可能需要在它的地址里去 随时关注它的动态啊 那第二呢 其实这个这个就是比较重要 就是它的整个的形态是什么 我们发现它可能会就是以talk的形式 其实就是聊天 这也是为什么它会灭向推特Space 其中空投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看这个界面 其实就是推特Space这个界面啊 那我猜测它可能就类似于它做一个呃 完全的独立的web3版本的推特Space啊 那么或者说可以类似于呃像呃 之前比较火的clubhouse啊 就是大家 基于这个链上的数据 然后形成一个相应的社区 然后在一起通过语音的方式来进行聊天 然后呢 那么 当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呃 这个叫talk to earn的这种方式啊 呃 然后它这个nmt 也比较有意思 它这里讲有200个属性啊 然后而且它是每个属性可能都不太一样啊 它就列举了一个啊 peace love unit respite啊 好 然后就是它的代币啊 代币的话叫talk 那呃 代币呢 从目前看不出详细的东西啊 大概呢 我们可以猜测就是它会有这个 这个叫talk to earn嘛 就是proof of这个talk 就是聊天 聊天就是你的这个赚钱的方式啊 那么呃 然后呢 它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有意思的就是 它可能会通过呃呃 talk来合成新的mt啊 还有呢 这里有一个提示就是 它还会通过这个talk的自压的方式 去获取相应的新的自理代币 那也就是说 它可能会是这种双代币模型啊 呃 它整个经济其实也大概这样分类了啊 也会有这个呃 才库 然后talk to earn 团队 也会有私募 IEO 空投 所以我们看空投是在这里 呃 它这里没有写比例 但是从这个这个看 空投的比例还比较大啊 应该至少占了 我觉得差不多应该至少占10%吧 但是它空投的详细的细节其实没有讲也不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我这这一次的mt就直接把这百分次全部空投掉啊我相信应该也不会啊那么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呃整个roadmap呢也比较简单啊目前来看还是非常早期至第一阶段啊第一阶段才刚刚推出整个discord群 然后呃这个种族轮的投资完成啊这个mt创生mt的发行啊这是它第一阶段最重要的 然后还有就是第一个版本的推出到现在都还没有啊所以这个是值得后面去期待的啊 它后面呢我们看也会有先样的IEO然后才会真正的去进行空投 然后到正式的版本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大家才真正可以去使用去talk to earn的那种方式啊 整体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啊 那么呃整个说说fire呢其实算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相对领域了啊 因为我们觉得呃我们先不说现有的web2的这个这个大的这种社交啊 说微信啊Facebook啊推特什么这些其实你很难在短期之内去颠覆的啊 这个前面也有很多人去尝试过很明显是非常难的啊 但是如果怎么去基于现有的这个1亿的加密用户去先服务好他们 其实这个就已经很高了啊 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最大的疑虑啊 就是所有的socialify啊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去屏蔽了这些垃圾信息 那这个其实斯泰伯呢给我们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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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 呃一个创意就是他通过地理位置LBS的方式啊 但是其实还是我们发现还是会有类似这种工会的形式 甚至去雇人去跑 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去破解 其实实际上还是有很大量的 那么这个talk呢 那如果他是用聊天的方式 那这个时候其实聊天他一样还会还是会有这种类似的工作室啊 他甚至比如说去就就雇人啊 几个人建一个聊天群带在那闲聊 随便瞎说啊 那你怎么去去防止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核心 另外呢就是因为socialify或者社交列的应用呢 他可能跟defi还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defi的话 我们说他是一个协议 只要你这个协议技术是没有问题 做好之后早期推广 加上这种挖矿的形式很容易就聚集tml 然后而且本身他是刚需啊 不管是交易还是借贷 但是这种社交的话 其实他是有很强的网络效应的啊 如果你早期启动不好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的氛围啊 那么这个用户就很难去留下来啊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强运营的产品啊 就强其怎么去一方面去拉这么多的项目方也好 还是社群也好 能够入住到这个项目里来啊 去至少你在我这聊天 你别去推特space了啊 另外就是怎么让这些真正的在 使用的这些人获益 而不是被一些垃圾信息啊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 我们叫可以把它称之为女巫攻击了 这些人去把这些代币全部掳走啊 那其实也非常重要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是我一直比较怀疑的 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发这种限量的NFT啊 如果按照现有的规则是1万个NFT 只有这1万个人才可以去使用 那其他人就进不来 那怎么用呢 这个就不知道他实际的规则到底怎么样了啊 所以不管怎么 就未来我们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啊 然后如果你没有参与过这个推特space活动的话呢 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推特啊 那这两天呢 刚好我也是这个被这个封在家里了 没事干啊 有空我可以开一下推特space 让大家主要speaker 咱们可以闲聊 顺便去讨论一下 输出fire的整个系的赛道 到底有没有可能成有一个新的真正的 可以大家使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外部上的应用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